已经听了一百遍 哇 大舞台就不一样 怎么听都不一遍 已经听了一百遍 昨天 在弯曲声明月彩排的舞台上 所有人都期待着成龙 肖战等影视巨星的表现 却没想到 一个穿着黄色短上衣 和黑色大裤衩的17岁少女 全红蝉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成龙当众称他为 偶像现场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一个奥运跳水冠军 竟然在娱乐圈的舞台上 成了最耀眼的明星 这种反差让人目瞪口呆 体育明星的流量 早已超越了娱乐圈 这场晚会的彩排 云集了国内外数百位明星 成龙 肖战 黄晓明 这些原本应该成为主角的巨星 似乎都在为全红蝉的登场 铺垫气氛 他的一举一动都引发着 粉丝的疯狂打扣 网络直播间的弹幕 更是直接被他刷屏 没有华丽的服装 没有刻意的舞台表演 只有他一如既往的简单和真实 依然让人欲罢不能 对比以往晚会的娱乐明星阵容 今年的湾曲声明月 有了体育明星的加入 不仅仅是为了流量 更是一种文化的交融和变革 回顾去年湾曲声明月晚会 很多观众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 那些老牌艺术家的演出 赢得了如潮的好评 徐晓凤的歌声依旧震撼 成为了当晚最亮的焦点 但对于一些新生代艺人 观众们的吐槽同样毫不留情 谭维维的表演 让观众无比尴尬 有人甚至调侃说 宁愿换台看重播 今年的阵容 显然吸取了去年的教训 加入了体育明星这一特殊群体 事实证明 观众们似乎对这种组合 有着更高的期待 全红产与樊振东的加入 彻底改变了这场晚会的格局 网友纷纷表示 自己是冲着产宝才打开电视的 彩排现场 全红产与成龙 樊振东等人 一起合唱大中国 这一幕不仅展现了 他的多才多艺 更是为整场演出 增添了不少正能量 作为一名17岁的年轻人 他的天真与青春洋溢 感染了现场所有人 成龙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 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崇拜 称他为自己的偶像 场面一度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全红缠地穿着 却成为了网友热议的话题 黄上衣黑裤衩的简单打扮 让人感到过于随意 甚至有人调侃他不像个明星 可是细想一下 他的这一身打扮 恰恰反映了他真实 质朴的一面 相比那些精心打扮 讲究时尚的娱乐明星 全红缠的不修蝙蝠 反而成了一种难得的个性表达 有人说 17岁的他 正是有个性 有风格的年纪 为什么非要按照娱乐圈的标准来定义他的穿着呢 或许正是这种真实 让更多人喜欢他 事实上 全红缠的魅力 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跳水成就上 他的个性 他的态度 同样成为他受人喜爱的原因 彩排现场 他与街舞达人即兴斗舞 完全投入其中 不顾形象地学习着每一个动作 这种不怕出错 敢于尝试的精神 是他多年来在体育赛场上培养出来的 也是他在舞台上能够自信大放光彩的原因 他与樊振东 成龙等人打成一片 随性而自然 丝毫没有刻意迎合娱乐圈的套路 反而显得独树一致 当晚的彩排 成龙与全红缠的互动成为最大亮点之一 成龙不仅亲自拉着他与樊振东合影 还大方表示自己是他的粉丝 这样的反差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国际巨星对一位跳水小将的崇拜 不禁让人感慨 体育明星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人们的传统认知 从奥运赛场到娱乐晚会 全红缠的每一次亮相都像是在重塑明星的定义 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互动不仅限于成龙艺人 张子宁在接受采访时 也直言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全红缠 尤其是他的跳水动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全红缠的水花消失术简直是神技 这种跨界的喜爱和认可 反映出体育明星正在打破行业壁垒 逐渐成为全民偶像 全红缠的崛起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全红缠用他的天真努力和专注 在各个领域赢得了尊重和喜爱 他的粉丝不再局限于体育圈 甚至在娱乐圈时尚界都有他的身影和影响力 他的出现让很多人重新思考 什么样的人值得成为明星 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或许我们需要更多像全红缠这样 能够真正代表国家荣耀 传递正能量的明星 随着时代的发展 体育明星与娱乐明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全红缠的例子说明了 国民偶像不再只是凭借演技或歌声获得认可 而是靠实力与人格魅力征服大众 他的故事也许只是体育明星跨界的一次开端 未来的舞台上 体育与娱乐的结合将会更加频繁 而每一次的结合都会带来新的惊喜和挑战 总体来说 这次的大湾区演唱会直接把全红缠是顶流垂实了 因为不管是哪个明星看到全红缠都非常激动 就连咱们的成龙大哥看到全红缠也是十分开心 甚至成龙大哥看到全红缠之后还鞠躬了 因为在成龙大哥心里全红缠是中国的骄傲 而咱们的成龙大哥也是毫不吝啬对全红缠的夸奖 直言 你太厉害了 放眼整个娱乐圈可以让成龙大哥鞠躬的人真的太难找了 而这份认可被全红缠得到了 看到成龙鞠躬夸奖自己 全红缠非常害羞 他也赶紧对着成龙鞠躬 然后两个人来了一个热情的拥抱 这一幕真的太温暖 太有爱了 对此网友纷纷留言 都是中国人的骄傲 无分年龄 这位网友说得太对了 不管是全红缠还是成龙大哥都是中国的骄傲 他们都在自己的专业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都值得敬佩和支持 缠宝真的世上的祖国厅堂下的家里鱼堂 这位网友形容得太贴切了 全红缠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里 都能游刃有余地表现最真实的自己 面对各种大人物大领导 他说话很有条理 一看有大将之风 在家里 他又成了孩子王 逛街买东西 下河捉鱼 哪都是他的天地 这样的全红缠真的太可爱了 此外 全红缠一张和成龙热情拥抱的照片 冲上了热搜 让网友们惊恶不已 有些人感叹他的幸运 有些人质疑他的选择 更多的人则忍不住嘲讽 全红缠怎么突然成了娱乐圈的心宠了 尤其是他在老家的休假的时候 因为拒绝母亲亲近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现在却和成龙大大方方 满脸笑容的拥抱合影 这一幕真是叫人一时难以消化 一些喷子网友开始吐槽 全红缠的肩膀对妈妈还疼 对成龙就没事了 这难道不叫捧杀 还能叫什么 还有一些思想偏激的人 发出质疑声音 如今却开始担心 他是不是走上了一条娱乐化的不归路 跳水运动员 变成了娱乐新闻的常客 这真是让人始料未及 而与成龙的亲密接触 更是引发了个别的网友热议 全红缠到底是想走体育路线 还是干脆打算进入娱乐圈 小编只能说 这类人就是吃饱了撑的 全红缠到底是想走什么样的路线 用得着你来操心吗 其实 成龙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而全红缠 这位年轻的奥运冠军 凭借其不可思议的天赋和努力 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 当这两位象征着 中国在不同领域的佼佼者站在一起时 那种相互间的尊重与欣赏显而易见 成龙身上的敬业与拼搏精神 与全红缠多年来对体育梦想的执着追求 正是两人能够引发共鸣的原因之一 全红缠的出现在这样一个跨界合作活动中 不仅没有削弱他 作为运动员的身份 反而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他的笑容灿烂 动作自然 给人一种极其阳光自信的感觉 这位年仅17岁的跳水天才 已经能够在这样的大型活动中自如表现 充分展现出他的成熟与稳重 这无疑让人们更加期待他 未来在跳水台上和其他领域的表现 从最初的乡村女孩到如今站在国际舞台中央 全红缠的成长历程充满了感动与励志 他并非仅仅局限于跳水这个领域 而是逐渐展现出他在更多方面的潜力 这次与成龙的同台亮相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全红缠不仅是一名运动员 还是中国文化的新兴代表 他的阳光与正能量正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 与此同时 运动员与公众人物的身份并非对立 反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全红缠的正面形象 积极心态 与成龙的合作展示了文化与体育的交汇 他不仅通过跳水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还通过跨界活动传递着中国年轻一代的力量与自信 这种多面性的发展 为他的未来增添了更多可能性 全红缠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 他背后有着他家庭的默默支持 此前有过一些片段显示 他与母亲的互动中稍显拘谨 或许是因为奸商带来的不便 而与成龙的拥抱 则展现出他作为年轻女孩 自然而流露的感激与敬仰 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 并未削弱他与家人之间的情感 反而让我们看到了 他作为普通女孩的一面 既有运动场上的坚韧不拔 也有生活中的柔软与依赖 与成龙的合作 只是全红缠精彩人生中的一小步 作为中国体坛的明日之星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他不仅在跳水台上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还通过一次次亮相展现了 他在其他领域的才华 无论是在赛场上 舞台上 还是在更广阔的国际平台上 全红缠的未来都值得我们期待 这种跨界的合作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全红缠的潜力 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将在未来的某一天 成为一个更全面 更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而在他的每一个成长阶段 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粉丝与支持者 见证他的每一个辉煌时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禅宝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